请问大熊猫国家公园里有人居住吗 在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 四川范围内 有户籍人口是有8.99万 同时还有林地和耕地 在国家公园范围内 但是他们居住生活 在国家公园外的人口还有8万 为了进一步的降低 原住民对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的影响 核心区的原住民实行逐步迁出 同时控制村庄规模 原住民实行迁出和聚居以后 我们把空间进行优化 国家公园建设它本身也是要全民共享 保护的成果要汇集更多的大众 我们又在一般控制区 开辟一定的生态游览的一个线路 可以允许访客的进入 从线上我们开展一些游览活动 同时我们也让熟悉我们自然保护 熟悉野生动物的原住民参与到 对访客的服务和访客的科普教育之中 更好的让线上游览汇集更多的大众 养览 regarding Aqui 养览别人参与 你说经营 感谢观看